今天教老铁门做年夜饭的第十九道家常菜 过年的猪皮冻 怎样熬制 才能Q弹爽滑 特别好吃呢 二师兄的猪皮 冷水下锅 加上葱段姜片 一勺料酒去腥 开锅以后转小火煮八分钟 煮好以后捞出来 趁热把肥油去掉 再把猪皮切成小长条 切好的猪皮 多加上一些精盐 给它揉搓三分钟 这样可以很好地去油污 用清水把猪皮反反复复地冲洗 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好几百道家常菜 一直也没收到您的小红星 上一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今天就给我点一个吧 拜托您了 洗净的猪皮 开水下锅 焯水两分钟 这样可以更好地去油污 加上一个大料 两个葱段 三个姜片 加上猪皮三倍的清水 如果上火上熬 就是四倍的清水 封上保鲜膜 蒸锅上汽后蒸两个小时 时间倒挑去葱姜 加上一小勺精盐 搅拌均匀倒在一个容器里 阴凉处放置八个小时 过年了 喜欢吃猪皮冻 你就像我这样做 晶莹剔透 预弹爽滑 真的是特别好吃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